61. 楊誠晚報 全國版 2015年7月4日報章 A.05G. 社會漢漢廣州中考學 霸場掃揚廣州中考放榜 廣東實驗中學的一幫高分學生歡呼著約門月門 如何仍然許原芋文 楊誠晚報記者陳曉璇實習 《新唐玉廷洪佳》 楊誠晚報記者陳秋明涉廣州中考放榜 今年學霸特別多 全市700分以上比去年增加了1707人 3日 楊誠晚報記者採訪了部分中考高分生 發現他們並非高分低能 個個綜合數字都比較強 以廣東實驗中學為例 今年該校中考750分以上36人 人數為居月秀區公辦學校第一名 當中不伐學校合唱團的主力團員 學校管樂隊成員 也有不少是學校的活動份子 甚至有課外參加拍戲的小演員 他們都能在緊張的排練中進行高校學習 龍鳳胎學八個性十足門月 門裔畢業學校 廣東實驗中學中考分數752分 755分今年高考 廣東實驗中學有一對高分的雙胞胎 而中考該校又有一對龍鳳胎也雙雙口了高分 昨天 機者採訪了這對自稱本質一樣 表現不一樣的龍鳳胎 姐姐叫門月 弟弟叫門裔 姐姐弟兩個性很強 愛鬥嘴 還愛吐槽 而這性格由以門裔最突出 她直言 不是我們有個性 是別人太沒個性 接受採訪還大著耳機的門裔學學的 機者採訪其他人她頻頻插嘴 可問她的時侯卻說不會講 但她承認自己愛吐槽 在學校經常跟老師為某個問題爭辯起來 在家也會跟姐姐們越為一聲雞無酸皮的是半嘴 雖然是龍鳳胎 但門裔強調她們是藥倫的 不可能像 例如我喜歡吐槽 不喜歡就直說 但她不喜歡的東西一般不會直說 但事後也不會做 橫木等門月回答 門裔又搶過話頭 我肯定沒你話多呀 姐姐不服氣 朝弟底翻了個白眼 這確實是一對個性活補 對她們介紹 父母對她們這對活補是放養式的 從小到大 姐弟兩有不同的發展軌跡 姐姐不喜歡音樂 卻是運動場上的建議 小學時跳遠增破區紀錄 弟弟是學校的管樂隊成員 學過鋼琴 薩克思考過十級 還喜歡玩B-box 口技 平日 弟弟喜歡玩電腦遊戲 姐姐則愛看電影 看紀錄片 學習上 兩者弟自稱是各學各的 也不是競爭關係 姐姐文科教好 弟弟理科教好 而兩人唯一的共同點 就是不喜歡上補習班 我們都是跟著學校進度走 做完老師報紙的作業再自己補 課堂效率最重要 兩人異口同聲地說 雖然愛半嘴打鬧 但兩者弟還是在言語中對彼此可惡有價 門銳坦然 中口考料755分 比姐姐高3分 其實是自己走運了 更幸運的事 在中口前 門銳已被省實南山班提前錄取 這對學八者弟將繼續在省實高中切磋追趕 普通學校非出火鳳凰海形形畢業學校 廣州第41中學中考分數 781分今年中考 作為一所普通高中的廣州市41中學非出了一隻火鳳凰海形形 考料781分的好成績 據了解 該成績有可能是廣州市中考的狀元 這樣肉 H 大為吃驚 形形說 他由一個做計劃表的習慣 把每天要做的事情列在一個小本子上 做完一件事打個勾 這根高考高分生肖正狠像 據校長介紹 何瑩瑩有強大的閱讀能力 此次中考語文成績144分 離不開他的閱讀能力 在平時的語文考試他的閱讀幾乎都能拿滿分 我做閱讀的習慣是先看文章再看題目 在閱讀過程當中會圈點勾劃 做批注 何瑩瑩說 先看題目再做閱讀會影響文章的全局爆發 而在語文的學習過程當中 仍然狠注重語文素材的積慮 我有一個專門的本子用來積類素材 例如有一次在家裡 外婆幫媽媽剪白頭髮 這個故事挺溫馨感人的 我就把這件事情記下來了 此外 他最輕鬆的科目是英語 因為平常喜歡看英劇美劇 一些外國短篇小說先看中文之後 會嘗試著看英文願著 除了平常上課之外 也會自己學習新概念英語 數學和物理有在外面補課 他說 我覺得這兩科比較重要 除了老師講的之外 還有別的東西可以學 需要多做些題 學霸的何瑩瑩還此外音樂 最喜歡披頭是樂隊 他還是鋼琴十級 會自己作詞作曲 是學校合唱隊的骨幹隊員 同時擔任合唱隊的鋼琴半周 為什麼何瑩瑩小聲初的成績很優異 但並沒有選擇入讀名校呢? 對此後媽媽認為 選擇適合孩子自己的學習方式就是最好的 選擇四十一中並不擔心孩子被不上名校的學生 何瑩瑩也表示在四十一中過得很快樂 沒有太大的學習壓力 制定計劃並有校園成是他的法寶許原裔畢業學校 廣州外國語學校中考分數 781分 廣州外國語學校的許原裔中考有考料 781分 至稱人品爆發了 他說 初中三年從未上過輔導班 父母也幾乎沒有指導過他的課業 課堂上就把要點記住 整理出一個框架 學習全構自覺 文及學習的秘訣 他認為自己能堅持制定計劃並有效完成起了很大作用 缺乏了計劃 學習起來會缺乏一個整體的把握 句號 另外 握緊一切所需的時間也是他制性的法寶 課間十分鐘 他會用來記憶零碎知識點 飯堂排隊的時候則會背一下單詞 但他認為適度的放鬆也是必不可小的 由於學校要寄宿 一個星期只能回一次加 而每次在路上的時間都要一個小時 這段時間裡 比起背書 他更驚慌於與同學一起聊聊天 在路上看書頭狠雲的 周末回家 許原銳的狀態會比較放鬆 把學校的作業和要記憶的知識點完成 他就會去放鬆一下 散散步 做做家務 看看書這些就是許原銳放鬆的方式 許原銳最愛的是哈利波特 書和電影都看了七、八片了 英劇神探夏洛克也是他行下是喜愛的一枝條未了 除此之外 許原銳還喜歡看中國民國時期的一些書籍 和一些外國經典文學著作 還有與眾不同的是 他最喜歡的科目之一是政治 中考時 他的政治考了97分 許原銳說 其實思想品德就是在教你怎麼做人 能把它運用到生活中 是非常有用的 比如有一課叫深有他人天地歡 課本裏面有很多的事例和觀點 在遇到類似的事情的時候 我就會想 我時不時也可以這麼做 喜愛政治另一原因 是對政治老師 同時也是班主任非常有好感 對老師的喜愛會加深對一門科的興趣 許原銳的興趣是語言 他是學校廣播站英語組的播音源 還喜歡法語 以後大學幻想再學一門新的語言 門月門如何仍然許原銳學霸說 語文作文拿高分得下篇 我很不喜歡作文總是為了追求文學色彩 求硬篇拿高分 談到中考作文 總分考了772分的省實學生 康健寧忍不住吐槽 他的話竟引來了很多同學的共鳴 個個敢嘆現在的作文太假了 寫真事得不了高分 偏假話卻能拿高分 康健寧說 他平時很喜歡讀書看報 最喜歡看政治 科普方面的書籍 也愛看體育雜誌 環愛看參考消息 南風窗等部看雜誌 但對他而言 語文作文卻始終是一度難以愈愈的門檻 我經常把身邊的是寫到作文中 但卻總是被老師說缺乏文學色彩 句號 我實在不喜歡篇故事 但老師卻要我們進行文學加工 坐在他身邊的門銳也插畫 作文寫真事是拿不了高分的 中口作文我就是篇出來了 對他而言 作文也是他的薄弱之處 所以考試的時候為了拿高分只能篇故事 作文的考試不能反映一個人的文學素養 門銳這樣安慰康健寧 多為高分生紛紛吐槽 好幾次為了契合作文主題 在描述身邊發生的事情時 他偏入了一些小情境 卻反而拿到高分 究竟作文是契合主題的文才重要 還是結合自身所感的真實性重要 陳曉璇 陳曉璇 唐玉亭 洪佳妮 第一次的文章 再建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